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把他们从小山村接到大城市 由于婆婆身体不好 她丈夫也没多少存款 她就哭着跪着向娘家求救 虽说她父亲说要和她断绝关系 可她毕竟是亲生女儿 天底下哪有狠心的父母啊 于是老两口就只得拿出钱来 救助女儿和那个被他们瞧不上的女婿 之前没钱的时候 秦秦姐的丈夫就有些不上进 如今看到秦秦姐的娘家肯出钱帮自己 她更是一点也不想去工作了 秦秦姐无奈 因为人是她自己选的 当初那么多人反对 希望她能冷静一些 可是她却不听 甚至不惜和别人撕破脸 也要跟丈夫在一起 结果呢 说实话 秦秦姐当初就是被她丈夫的甜言蜜语给哄住了 加上秦秦姐视爱情如一切 就只能傻傻地陷入其中了 秦秦姐对丈夫的表现很无奈 她天天躲在一边生闷气 因此还造成了一次小产 从此影响了生育 后来为了能要个孩子 让婆家人高兴 她咬牙受着各种痛苦 吃药 配合调养 虽然秦秦姐如此努力付出 可是她丈夫却认为 她不能有孩子 就是个错 于是就在婚外和别人有了感情 当时 由于家里的经济 还一直是靠秦秦姐支撑 她丈夫想要和婚外的女人 吃饭逛街 都需要钱 所以 她就开始频繁地向秦秦姐要钱 理由千奇百怪 刚开始都是几百几百的药 到后来开始几千 甚至有上万元的时候 这就让秦秦姐觉得有猫腻了 于是秦秦姐就偷偷看了 丈夫的消费记录 然后发现 丈夫背叛了自己 当时秦秦姐又哭又闹 可是她没有对丈夫 有什么恶劣的行为 只是一直谩骂婚外的那个女人 还说要找些人 把那个婚外的女人 揪出来 打一顿 那时候看到秦秦姐的样子 我非常心疼 我问她 值得吗 她说 值不值得不重要了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她就是跪着哭着 也要走下去 对于她的倔强 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秦秦姐认为 只要她对她丈夫足够好 对她的家人足够好 对他们的要求 有求必应 就会收获自己想要的幸福 所以 秦秦姐原谅了丈夫的背叛行为 其实 有很多傻女人 和秦秦姐的想法一样 他们以为自己认为的事情 就是对方想要的 结果呢 往往会让自己很受伤 俗话说 男人背叛婚姻这件事 有了一次之后 一定就会有两次 三次 就在秦秦姐催着她丈夫 出去找到工作之后 她丈夫再一次背叛了秦秦姐 并且 这一次她做得非常隐蔽 因为自己有工作了 也就有了收入 给别的女人花钱 也不用从秦秦姐手里要了 所以 等秦秦姐发现的时候 她丈夫已经让婚外的 那个女人生了孩子 当时秦秦姐整个人都崩溃了 她哭得歇斯底里 可是能有什么办法 就如同她之前 说服自己一样 自己选择的路 哭着跪着也要走下去 并且 她丈夫也解释说 我是看你每天吃药 实在觉得心疼 于是我就想到 我可以找别人 生个现成的孩子回来 然后咱们一起养不就得了 丈夫的理由荒唐至极 可是秦秦姐却因为 丈夫所说的吃药的这些痛苦 有些动摇了自己的思想 就在她试图要说服自己的时候 她那个婆婆 得知婚外的女人生了个男孩 便舔着脸 让秦秦姐接受现实 还希望秦秦姐能够表示一下 把她自己名下的那套房子 过呼到那个孩子的名下 秦秦姐的那个婆婆 在大城市养了几年后 身体就恢复了 刚开始 她对秦秦姐还是感恩戴德的 可是慢慢发现 秦秦姐的性子温和 并且就算她儿子怎么做 之后都能换来秦秦姐的原谅 她就认为 秦秦姐是上杆子 要嫁给自己的儿子的 于是 她对秦秦姐就不再客气 时常会拿出一些 有的没的理由 来挑秦秦姐的刺 如果秦秦姐不应了她的要求 就跟秦秦姐的丈夫说 她对自己不好 对自己不孝 当听到婆婆想让自己 把房子过户 给一个婚外女人生的孩子名下 秦秦姐这才意识到 原来婆家这一家子 早就开始盘算好了 先是用甜言蜜语哄骗自己 让自己陷在爱情里 后来又看自己不能生孩子 就干脆在婚外重新找感情 如今 又想让自己把房子再拿出来 门都没有 秦秦姐怒吼着 她本来是再次接受 丈夫背叛的事情 并且下定决心 如果那个婚外的女人 肯把孩子留下 让她抚养 她就不再计较了 可是没想到 她那心急的婆婆却露了线 于是 她也就没有必要装了 然后说 儿媳 我劝你还是听话 如果能接受 就一家人继续过 不接受的话 就离了吧 在爱情里 包容对方的缺点没错 可是包容对方的背叛 就是傻瓜行为了 对于这样伤害自己的人 秦秦姐再三思虑后 和丈夫结束了婚姻 她丈夫净身出户 那个小三知道 前夫没房没钱后 一如既往地 把孩子扔给了他们家 自己跟人跑了 我相信 任何人看了 秦秦姐的经历后 都会愤慨不已 可是仔细想想 造成这种结局的 其实她自己 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相信爱情的 美好的前提没有错 可是不能天真的认为 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 因为太过天真 就会伤人伤己 因为你的纵容 助长了她嚣张的气焰 让她以爱的名义 一次又一次地提出 更加荒诞无礼的要求 以至于走到 婚姻结束的地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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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与您的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